欢迎来到就是乱世的时间 美国总统川普的自恋救了美国了吗 说这句话的是美国知名导演 爱在黎明破晓时的导演 理查林克雷特 他说只要川普还是美国总统 美国就不会对任何的国家出兵发动战争 原因理由很简单 因为川普是个自恋狂 他希望所有的关注焦点都要在他身上 一旦有战争 他必须要出席很多的会议 阅读很多的备忘录 来做决定 如此以来川普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看电视发推文 大家也会把专注力转到战争上 而不是他本人身上 这对于无敌自恋的川普来说 肯定不能接受 这一位出身于川普大票仓 德州的大导演 这一套自恋无战争的理论 近来也在美国的舆论圈 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不过说到了自恋 睁大眼睛一点了 今天一大早刚刚睡醒的时候 华推特看到了一张照片很难不吓一跳 好就是这一张照片了 壮硕的肌肉不是别人 他还有一个美国总统川普的脸蛋在上头 不过你相信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他真实的身材吗 这靠的是P图大神Photoshop 而这一个照片刊出来的这个时间点呢 就在网路上疯传川普的健康亮红灯之际 他自己就批了这么一张原本是习维斯史特隆的拳击手的照片 他就换了一张自己的脸贴了上去 好看起来也是蛮有创意的 不过批完图之后呢 下一秒钟川普他正式签署了代表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的媒体分析川普知道阻挡法案的后果 因为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了 因此即便现在在一个和中国谈贸易协商一个敏感的时机点 川普还是没有别的选择 他不得不签署 签了之后细节再继续来带你来看 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 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 未来还要不要继续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特殊待遇 可能是在关税等等贸易谈判等等的这些特殊待遇要不要给香港呢 这个法案是说 美国国务卿他必须要每年都要来评估香港目前自治的状况 要符合购自治才能够继续给予这样一个特殊的待遇 另外呢这个对于有侵害香港自由人权的人 他可以禁发他们美国的签证 或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另外呢保护香港法案当中 他们美国也不能够卖给香港警察 像是催冷一袋 辣椒 喷剂 手铐等等 好 这个是法案的本身 不过川普签署这个香港人权法案 真的会让美中贸易协议来增添变数吗 马上来看到 其实这个大家也不意外 当川普签署了之后 中国方面的反弹是 中国的外交部发一个声明 说坚决反美国赤裸裸霸权的行径 当然还是要料一句狠话 说如果继续一意孤行 后果自负 中国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说 美国才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 不过呢 其实今天蛮特别的 别忘了 其实川普不知道是刻意的 有意还是无心的 在过去这两三天的过程当中 川普他天天发推文 天天谈贸易协议 一下说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一下又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就这样连续发了三天之后 他才签下这个可能会引发争议的法案 再加上你发现 今天好像有点点奇妙 今天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 其实中国方面反而没有人出来说话 而且只静悄悄发一个声明 也因此呢 外界就在想说 会不会其实中美双方 早就已经有了彼此的默契 说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序 现在时间点已经即将进入到12月 眼界马上就会有以苹果iPhone为主的 电子产品12月15号就要加入新 一波的贸易关税名单当中 然而苹果的商品是中国制造的 短时间之内真的难以转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传出苹果新一代的AirPods Pro的耳机 热卖卖翻了 目前来看到在2017年 他们推出第一代的AirPods的时候 这个销量全球大约是1600万个 2018年的时候达到3500万 到了今年2019年 预估可以上看6000万 这一个新的第二代的AirPods Pro 上市一个月是卖翻秒杀 现在就传出已经热卖到 苹果已经要求中国的制造商 要把这个耳机产量增加翻倍 一倍以上 某种程度上也显示 至少对于苹果来说 美中要脱钩有很大的难度 苹果要撕掉中国制造 这样的一个标签有难度 另外一头 这边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的短影音平台抖音 抖音的公司高层 现在极力想要撕掉 他们中国品牌的标签 来化解危机 他们实际的做法是 他们就切成两版 一版他们说就是原本的中国版 另外一个就说是海外版 他们试图要让美国的官方相信 中国当局没有办法取得海外版用户的讯息 就这样切割讯息 尽可能的想要和中国划清界限 比如他们就说海外版的一些用户资料 他们存在美国本土 备份的资料 他们存到新加坡去 另外海外版的员工 他们尽量可能用的是非中国籍的员工 审核中国工程师的一些权限 就是极力地看起来想要扩大 切割中国 这一方面想要和中国划清界限 但是不顾国内的反弹声音 这一头来看到的是德国总理梅克 他最新再度发言 他说5G的技术的安全标准 应该要比前几代的标准来得更高 他继续强调 他说诸如像是华为等等个别供应商 都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被禁止参与5G建设 他这次强调说德国会一视同仁 让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点 美中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 正在佛州欢度感恩节假期的 美国总统川普 最新由白宫宣布 川普已经正式签署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禁止商业出口 涵盖军用品给香港警方法案 号称是奇葩和平解决香港分歧 但显然无视北京威胁震撼国际 特朗普表示 签署法案是基于对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香港人的尊重 期望中国同香港特区政府 能够化解同国方的分歧 达至长久和平反省 法案将会强化美国对香港自治状况监察力度 要求国务卿最少每年提交一次证书 证明香港有足够自治权 先延续对香港的特别待遇 法案签署后正式成为美国法律上路 不止国务卿每年要交评估报告 总统川普在接下来180天之内 还要交出制裁名单 制裁侵犯香港民主人士 包含取消在美签证 冻结在美资产等 香港政府迅速发声明 表示美方毫无理据强烈反对 中国外交部也同步发声明回响 更早在美国国会上周火速通过法案之后 就在26号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强烈抗议 声称一旦法案生效必将反制 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公然为疯狂打杂烧 残害无辜市民践踏法治 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 撑腰打气 性质极其恶劣 用心十分险恶 香港对立局势则未见停歇 27号中午又有民众聚集街头快闪示威 高喊口号 导致关塘九龙湾交通一度受阻 防暴警察也到场戒备 就连被围堵超过12天的礼大 也传出还有20多名示威者 让港警派安全小组28号首度进入校园搜索 蹲在地上仔细检查疑似汽油弹物品 随后在花圃内找到弓箭和锯刀 还有一队人逐层楼搜索 声称若确认无人留守最快本周解决封锁 只是反送中抗争持续五个多月 警方逮捕了超过5800人 发射大约1万枚的锤类弹 19发尸弹 短期内怎么解套 似乎仍是未知数 下离华生陈一帆综合报道 美国进入到年底的购物旺季 全球的电商龙头亚马逊 在今年还推出货物一日到府的服务 但美国媒体现在提报 说亚马逊仓储中心的员工 受重伤的比率是产业平均的两倍 那么就会想用机器 可以来减少员工受伤的比例吗 没有想到令人意外的是 亚马逊拥有机器人的仓储中心 员工受伤的比例更高 就像是进入到虎穴一般 越多的自动化设备 因为速度转得很快 反而容易让员工反应不及 因而受伤 2 3 1 仓储经理领头大声呼喊激励员工的士气 全球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影片 表现出大家拼了命也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新却被美国媒体提报 在物流仓储工作的员工受重伤的比例 是整体产业平均的两倍 相较于一般会员 送货时间是两天 亚马逊今年起还向顶级会员 提供部分商品一日到复的服务 出货速度不断加快 不只让仓储中心吃不消 前员工更出面控诉 就算受了伤 还是被公司要求处理重物 尽管亚马逊近年引进仓储机器人 希望减轻员工的负担 不过记者调查却发现 这些引进机器人的仓储 员工受伤的比率反而更高 如果你去亚马逊仓储机器人 你基本上会进入猪肩墓 有更多工资 有更多地方 我可以聚焦 然后我可以受伤 而且会比较快 是会比较快 我們已經看了我們可以把客戶送給客戶 但我們還沒有解決到 我們可以把客戶送給客戶 沒有傷害人家 員工跟不上機器的速度 受傷的機率大增 受了傷的員工又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息 讓亞馬遜物流倉儲中心的員工吃不消 但年底購物旺季來臨 問題恐怕會雪上加霜 介林柏宇 賴婉君 綜合報導